不用炒糖色也不用加一滴水就能做出红烧肉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五花肉切成小块 然后把五花肉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焯水之后捞出 把五花肉煸炒出油这是红烧肉肥有不腻的关键 放葱姜干辣椒 再加入一包红烧料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加入啤酒没过五花肉盖盖小火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大火收汁美味即成 哇太香了一点都不油腻真的太好吃了